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由于供应短缺和以色列持续空袭 当地商铺的店主开始感到焦虑不安 不光是货品供不应求 就连商铺也只能依靠蜡烛照明 勉强营业 加沙地带的基本用品供应 如今已经不足以应付平民的衣食住行 人民未来的道路一片灰茫茫 但位于埃及和加沙地带边境的拉法口岸 10月21号早上10点终于宣布开放 为加沙居民带来人道阳光 20辆人道主义援助车辆越过过境点 前往加沙地带后 拉法口岸再次关闭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马星社电视统合报道